原标题 吕刘良之孙吕四娘 今夜特来娶女人头 已记我全家老小在天之灵 雍正皇帝可真是所料不及 眼下受至于者 本有的一生武功也无法施展 吓得身子像筛康一样抖着不停 不带他出生 雍正皇帝也高举起宝剑 带着满腔仇恨 一剑砍下了雍正皇帝的头颅 一切只在瞬息之间就完成了 上面这是民间小说 吕四娘复仇是雍正的一个片段 在这部小说里 雍正皇帝将浙江加薪如是吕刘良 全家一百余人处死或充军 连已故多年的吕刘良也不放过 绝目开关 编持其时武艺是严惩 吕刘良的孙女吕四娘 因在安徽吕良家中逃过一劫 吕四娘长大后 在高僧甘奉师为师 练习飞檐走壁壳道 建武艺 后来吕四娘设计潜入潜兴宫 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一幕 雍正皇帝全名爱亲觉罗印针 他是康熙皇帝的第四子 生于1678年12月13日 于1722年等级为帝 是清朝第五位皇帝 雍正皇帝身上有两大谜团 苏维士人津津乐道 第一是他的继位之谜 雍正皇帝能够继承皇位 到底是康熙皇帝一诏先传 还是他篡改一诏 多年以来就各执一短 争论不休 谁也说服不了谁 第二 就是他的死亡之谜 雍正皇帝死亡时只有58岁 对于一名皇帝来说 正值盛免 可清史稿清史录 对于雍正皇帝的死亡情况 记录比较简单 据清史宗时录记载 1735年8月21日 雍正皇帝患病 但仍照常办事 到23日子时 一半23时之一 晨一时就驾崩了 清史稿的记载 也是寥寥二十多个字 物质 上大街 宣之传为 黄四子宝亲 王弘历 吉丑 上风 年58 正因为死得突然 加上官方记录的简单 导致吕四娘刺杀雍正皇帝 的说法 在民间流传开来 著名武侠小说家梁宇生 就在江湖三女侠中将吕四娘 塑造一名武功高强 美丽贤惠的侠女 并引用了吕四娘混入清关 成功刺杀雍正皇帝的故事情节 那么 正值盛演 却突然暴毙的雍正皇帝 真的是被吕四娘刺杀的吗 虽然吕四娘刺杀雍正皇帝 的说法在民间流传很广 几乎是家喻户晓 然而 这仍然只是一段野事 因为雍正皇帝的死因 并非被戾气所伤 雍正皇帝的真实死因 极有可能与他长期以来迷信方术 禁食丹药有关 雍正皇帝还在当皇子时 就对炼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当然 那时候雍正皇帝进行炼丹 主要是向父亲康熙皇帝表示 自己并不迷恋皇帝 一心一意炼丹 为此 他还写过一首题为烧丹的诗 《千、杀和药物》 松柏绕云坛 卢运阴阳火 攻坚内外丹 后来雍正皇帝如愿以偿地当上皇帝后 更加迷恋炼丹 如果说以前炼丹是政治作秀 那么现在炼丹则是幻想长生不老 再到什么被雍正皇帝特别炼制的丹药中 有一种祭祭丹效果最好 雍正皇帝服用后浑身通泰 舒服至极 这是因为这种丹药除了有通常的千砂 硫磺 水银等天然矿物材料外 还加了春绕 雍正皇帝觉得这种丹药很不错 还将他们赏赐给宠信的大臣田文静 厄本太和李位 有一年 田文静七十大寿 雍正皇帝给了送了一些丹药 作为首领 雍正皇帝用充满关爱的语气说 田老爱卿 虽然你年近七十 朕还是希望你能够老年得子 这个丹药特别好 朕都吃过了你怕什么 1729年 雍正皇帝生了一场重病 差点不治 病好后 雍正皇帝更加疯狂的进行炼丹 炼丹的地点位于圆明园 据青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 从1730年冬至1735年秋到五年节 一共有192吨黑围 42吨木炭 被悄然运进了圆明园 一同运到圆明园 还有大量的铁、铜、鲜制器皿、矿银、红铜、黑铅、硫磺等矿产品 以及大量山木架黄纸排位 胡黄圈木盘、黄布圈桌围等物件 这些都是炼丹需要的物品 黄宫市禁地 严禁太监之外的男人进入 雍正皇帝竟然在御花园建了几间房子 专门给炼丹道士居住 然而 炼丹并没有让雍正皇帝长命百岁 相反 雍正皇帝长期服用丹药 造成慢性中毒 再加上过于勤症 不注意保护身体 导致身体虚弱 双管齐下 最终盛年报病 参考资料 青史稿青史录 雍正朝起居住册等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